菲利士人召集了军队,在缩戈城和雅西加城之间的山坡上驻扎军队,准备征战。 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,百列队伍,准备迎战。 菲利士人的军队派出一个讨战的人叫哥利亚。 巨人哥利亚身高约290公分,高大壮硕,盔甲厚重而坚固, 如同一栋的铜墙铁壁,让人望而生畏。 巨人哥利亚站在战场上,对着以色列的军队叫嚣。 你们拣选一个人来跟我战斗,他若能将我杀死,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。 我如果胜了他,将他杀死,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,服侍我们。 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哥利亚的这话非常惊慌,害怕,甚至逃跑未战。 大卫奉父亲耶西的命,到营中给兄长和谦夫长送食物。 在营中,听到哥利亚的挑战,感到非常愤怒。 大卫认为这不仅仅是对以色列军队的叫骂,而是向着耶和华的挑战。 于是,大卫自告奋勇,愿意去迎战哥利亚。 然而,扫罗对他的年轻和无经验表示担忧。 大卫说,当他在牧羊的时候,曾经从狮子汉雄的口中将羊羔救出来,并且把狮子汉雄打死了。 并坚信上帝会保护他,使他战胜这个巨人。 于是,扫罗同意让大卫去迎战,并试图给他穿上自己的盔甲和战衣。 但大卫不习惯这些沉重的装备。 最终只带着自己的牧羊杖,五颗光滑的石子和一个头石器上阵。 大卫走向战场,面对哥利亚。 哥利亚看到这个年轻的对手,轻蔑并嘲笑他。 但大卫毫不畏惧,他对哥利亚说,你来攻击我,是靠着刀枪和铜脊,我来攻击你,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,就是你所辱骂,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 大卫从袋子里取出一颗石子,放在头石器上,用力甩出。 石子击中哥利亚的额头,迁入他的头颅,巨人应声倒地,当场死亡,宣告了以色列的胜利。 看到哥利亚被杀,菲利是人惊慌失措,四散逃跑,以色列军队趁胜追击而大获全胜。 大卫并非依靠自己的力量,而是完全依靠对上帝的信任,这使他能够战胜看似无法战胜的敌人。 大卫战胜哥利亚的故事提醒我们,无论面对多么巨大的挑战,只要有信心和勇气,我们都可以依靠上帝的力量取得胜利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